相当于几百吨黄金在天上飞,说实在的这让美军都不敢轻易使用。 战时期,苏联一直在大力发展各种中远程防空导弹和高空高速国土防空拦截机,美国这个时候就非常注尽了,想要隐秘地突破苏联防空网, 于是美国空军提出要制造一种新的战略轰炸机,来催俗军的洲际弹道和导弹发射基地。 战略轰炸机,是用来执行战略任务的远程轰炸机。 它是战略和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量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和构成核三位一体的一击之一。 它既能带核弹,也能带常规炸弹,既可以近距离投放核炸弹,又可远距离发射巡航导弹,可作战略进攻武器使用,在必要时也随行战术轰炸任务,支援陆,海军作战。 作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一个整治大国不可缺少的政治手段。 即使在和平时期,它也具有不可小觑的威慑力量,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忽略它的存在。 轰炸机适用于从空中对地面或水上目标实施轰炸的军用飞机,是航空兵实施远程空中突击的主要机种。 轰炸机可携带炸弹、导弹、云雷或核武器等,轰炸敌方军事基地、指挥中心、交通枢纽、经济和政治中心。 轰炸机通常用于碎形远程空袭任务,它体积大,航程远。 火力猛,堪称飞机家族中的大哥大。 美国B-2轰炸机优越的隐身性能可与小型的F117攻击机相比,它强大的隐身能力能够使它安全地穿过严密的防空系统进行攻击,而且它的隐身并不仅仅局限于雷达侦测层面,也包括降低红外线、可见光与噪音等不同讯号,是被侦测于锁定的可能降到最低。 B-2轰炸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种的隐身战略轰炸机,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低可侦测性,即俗称的隐身能力。 B-2轰炸机能够使它安全地穿过严密的防空系统进行攻击。 B-2的隐身并非仅局限于雷达侦测层面,也包括降低红外线、可见光与噪音等不同讯号,是被侦测于锁定的可能降到最低。 B-2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作战航程可达1.2万千米,空中加油一次则可达1.8万千米。 每次执行任务的空中飞行时间一般不少于10小时,美国空军称其具有全球到达和全球催能力。 B-2轰炸机的隐身性能可与小型的F-117攻击机相比,而作战能力却与庞大的B-1B-1轰炸机类似。 1997年,首B-6架B-2轰炸机正式服役,一共只生产21架。 每架B-2造价为24亿美元,若以重量计,B-2的重量单位价格比服役实质的黄金还要贵2-3倍。 B-2A集载雷达为AMAPQ-181项控阵雷达,修斯公司制造。 这种项控阵有两个雷达天线阵列,特点是不需外加旋转或摇摆式天线,只通过信号阵位的改变和组合,可对不同角度和不同方位进行扫描。 它的工作频率在12-18GHz,旁拨半小,抗电子干扰能力强。 工作模式共有21种,最突出的是合成孔径雷达工作模式和反合成孔径雷达模式。 前者主要用于扫描陆地地貌,可清晰地获取161千米距离内地表的扫描图像,供飞机对地面目标轰炸时使用,后者则主要用于识别和捕捉海上目标,最远有效距离可达128千米。 另外还可让B-2A轰炸机使用地形匹配和地形规避技术,使其能贴的低空突入敌方空域去随行轰炸任务。 如今战略轰炸机作为其三位一体的核中间自然也不会被忽视。 其B-2数量的减少,并不是认识上的松懈,或看低了它的能力,而是另有考虑,一,B-2战略轰炸机的价格昂贵。 削减后的单价,包括研制费,为22.5亿美元,在其霸权地位一支独放时,树栏上的优势不再重要。 减少采购数量,意味着单价的上涨,但总的采购费用降了下来。 2.B-2战略轰炸机的技术水平在未来的10-20年内基本上无人敢超。 有了技术的信心,可以放缓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工作,此间可储备一些新技术,为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研制做技术准备,避免了因过分先进却没有对手带来的浪费。 3. 也可完全确保新一代战略轰炸机上马时就领先于别国。 3. 有充分的时间运用已有的最新科技论证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事实上美国已开始论证空天战略轰炸机技术和战略运用的可行性。 其实说实话作为全球最贵的隐形轰炸机,其价格高达24亿美金,若以重量计,B2的重量单位价格比服一时值的黄金还要贵两至三倍。 由于每次使用成本相当昂贵,使得美军轻易都不敢使用它。